厚里地区的风水高接离最近开始进入采收期 但受到今年初含害影响 产量整个锐减6成左右 价格稍微上扬 但尽管如此 靠着厚里离农专业的培植技术 让高接离依然维持多汁香甜的优质水准 而现代农会也正积极帮助农民推展通路 除了希望让民众更容易吃到优质的厚里高接离 也盼望能够开创出新商机 拿起剪刀忙着在果园里穿梭采收 打开一看 每颗梨子都长得相当浑圆漂亮 厚里地区的高接离受到今年初含害影响 整体产量锐减6成左右 价格稍微上扬 但林隆也表示 靠着专业的培植技术 高接离依然维持在往年般 夺植香甜的优质水准 下冰线的时候 刚好遇上风水仪正值开花的期间 然后它就着果不好 然后无法受粉 整体的那个产量大概减少5至6成左右 品质 因为在我们细心照顾物资下 我觉得还是一样好吃 一样很甜 品质的部分不输往年 因为只要量少的话 反而让农民更细心的照顾这个水梨 所以有时候天后虽然不好 我们的农民还是可以用它的技术 补足这一点 将采收好的梨子一一分集装箱 宁农的手都没停过 要将这些品质优良的高接离 送往台北的排卖市场 希望能够卖个好价格 而农会也表示 目前也正积极帮助农民推展通路 除了让民众更容易吃到优质的厚礼高接离外 也希望能够开创出新章机 我去找台北市一个大盘商 它主要是做水果柴切 它是卖往所谓的卖场 或者是所谓的Seven 这样子的话我们下次农民他在卖水梨的话 就不一定要经过所谓的拍卖市场 让他赚那个手续费用 这样子对厂商也好 对我们农民也好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意 厚礼地区高接离产业大约有150公顷 是台中市重要的产地之一 而目前采收的以风水高接离为主 接着在7月中旬就会轮到新新梨准备采收 因此农会也希望透过和农民洗手合作 帮助在地农产打出知名度 记者陈伯瀚 台中层报道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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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